以色列真的会对加萨发动地面战吗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才在最新电视演说中向全民喊话一定会战 以色列国防军就宣布已经执行目前为止对加萨的最大规模地面入侵 派出了步兵和战车打哈马斯 以军强调目前为止做的都是为全面地面战清场的钳制作业 加萨边界大批士兵叙事待发 不过外界也开始质疑 以色列喊了十几天都没有全面进攻加萨 各方考量是什么 美国总统拜登一开始就警告以色列不该全面进攻加萨 现在更是努力以拖待变 用美国在911的惨痛教训奉劝以色列要制定退场机制 最好是能透过外交管道解决 只是尽管没到地面战内部加萨走廊已经满目疮痍 到处奔跑救自己的同胞加萨平民只有绝望 加萨人民指控以色列连面包店都炸 说着说着爆炸又来 再多的泪都不能说明加萨人民有多哀伤 他们只能绝望又麻木地看着一切重复 一个个瓦力堆代表的是家园和生活记忆全都没了 尤其加萨北部更像是被铲平一样 根据美国MAXR科技 比对了10月10号和10月21号的卫星空照图 原本的城镇还能从高空看到围成一个方形的建筑物 10月21号已经全毁 另一区块原本还能看到蓝色屋顶 现在只剩一片灰白废墟 加萨北部人口稠密区几乎全毁 持续十多天的空袭 让加萨从露天牢笼变成鬼城 医院更可能变成大型停尸间 因为缺乏燃油 加萨35间医院已有至少12间暂停运作 这都是因为以色列指控 哈马斯偷走了燃油 以军还公布卫星照片 说哈马斯囤了50万吨的燃油 不只燃油 医院里连果实布都快用完 什么都没有 连联合国机构都无以为继 语气卑微地恳求各方 但是联合国努力至今 发送的物资不到百分之一 平民们要水和粮食 却只拿到一块肥皂 加萨的惨劲已是外界难以想象 只是在如此残酷的战争中 也不是没有希望 一名还没足月的早产女婴 呱呱坠地 她和妈妈都活了下来 是被死亡笼罩的加萨走廊里 一丝两光 TVBS新闻送合国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